大家好,我是許雄醫師 那我們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肖骨手術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案例 大家好,我是依娜 醫生,我對我的臉型很不滿 像我的顴骨啊 然後還有我的下顎 對,一下顎 然後我現在發有點內好 那我們的做法 其實大概就是這個顴骨的高度 我們會把它內縮進去 主要的問題大概這個 顴骨功比較快長 然後顴骨比較高手 這是我們東方人的問題 那我們改變它的方式就是讓它不明顯 不明顯就是內縮 那我們現在顴骨啊 我們看骨頭比較合適 你看這個顴骨,天生這個骨頭啊 凹凹凸凸的 所以以往的技術是把它磨掉 這磨掉會很假 你在怎麼磨得很精細 你很難重現這個很自然這個骨頭的弧度 所以我們現在做法是移動它的位置 我把它切斷,切斷,內縮 所以就讓它從比較前面 變得比較後面 視覺上看起來就不明顯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現在顴骨的做法 那全骨的話它比較複雜 它必須要釘骨頂 所以我們前後骨都會用骨頂把它固定起來 那這是必要的,為什麼? 因為它是被截斷 所以如果你不把它固定住的話它會動 那接下來下鱷骨 我們東方人也是一樣 下鱷骨會比較強壯一點 那我們的做法就是盡量把它變得像這個 這個當這個標準模型 一般來講這個角度大概是120度 但實際上這個角度只是做個參考 並不是每一個人都一定要做到這樣的 還是要配合你的身高啦 你的實際上的臉型啦 眼鏡鼻子去做調整 但是我們的確是把它做到 就是把這個突出的地方把它拿掉 那它就能夠有一個比較順的一個下鱷線 然後在耳後這邊 不要好像耳後凸一個東西出來 整體看起來會比較自然 那究竟要拿掉多少? 這就是我們要溝通的 有些人希望非常的直 那有些人會希望說 我希望保留自然的線條 我只是把它縮小 那這就是我們剛才所溝通的內容 那因為我看起來你也是比較自然風 所以就是我會把這個角拿掉 可是我不會做到很高 好像那個蛇精臉這樣子 那不太好 那做這個下鱷的手術 當然就會影響到這邊 這邊有個洞 這個叫下汗神經 那這個下汗神經的話 基本上不會被切到 我們會從它的下面經過 但是你知道神經很脆弱 所以這個做這個手術 骨頭會發炎 神經就是它的鄰居 它一定會受到影響 所以暫時就會覺得嘴唇麻麻 那這個發生的機率很高 基本上幾乎每個人都會 只是程度差異 那我喜歡舉的例子 就是說 這個有點像什麼打牙科的麻藥 就笨笨硬硬的 可是基本上就算它受傷了 吃東西講話也都正常 那一生可以請問一下 我們男生跟女生連型的差異在哪裡 男生天生就比較強壯了 所以我們的骨頭就是有人有腳 尤其是像我們剛才提到 顴骨有沒有 顴骨會特別大 然後顴骨高 然後下鱷 為什麼 下鱷其實要承受很大力量 我們常 我搬重物的時候 會咬緊牙關有沒有 男生本來天生就力量比較大 所以我們這個骨頭的設計 老天爺的設計 它就很強壯 讓你能夠負擔大的力量 所以男生通常就是 特色就是 顴骨高 然後下鱷骨 比較大 而且比較平直 我們男生這個地方 每一股的地方 俗稱每一股的地方 都會比較特別的突出 嗯 但是我們的 額頭 會比較斜 相對於女生來講 女生會比較直 比較直 男生會比較斜 所以這就是男生的一些特色 謝謝今天大家的收看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的話 可以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如果有任何進一步的問題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都會盡快的回覆 那如果需要諮詢的話 也歡迎大家到法橋來 我們都會在這邊 親自做簡單